好那我继续解释一下这个程式 因为刚刚已经有大概有三四位同学都问到同样一个问题 我发现大家对这样一个程式其实是没有办法看得很懂 那所以呢我们就再解释一次 我画面接了吗 接了 好那刚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我们叫它类别 但是这个类别其实是一个模板 你把它想想它是一个模板 那刚刚有个同学举的例子我觉得很好 就说假如你今天呢 想要做出一个射出成模的玩具 那那个玩具的定义 射出成模的玩具 你是不是要先做一个模型对不对 就那个模子 做出那个模子之后呢 然后你再用那个 那个塑胶液体把它打入那个模子 然后让它凝固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玩具 好 那现在这个Rectangle就是那个模子 还不是那个玩具哦 它只是那个模子而已 接下来呢 我在做Nu的时候 我做Nu的时候其实就是说 我现在把那个塑胶液体射入那个容器里面 然后呢 出来之后的这个R是什么 这个R才是那个玩具 才是那个玩具娃娃 那这一个呢 这个Rectangle其实只是那个模子而已 那做出来的第一个玩具呢 就是R 做出来的第二个玩具就是R2 那你这样去想可能会比较清楚说 到底这一个东西的角色是什么 Rectangle这个东西的角色是什么 Rectangle这个东西 它里面有几个栏位 请给我告诉我 它有几个栏位 它有两个栏位对不对 那它有几个函数 它只有一个函数叫area 没错吧 好 那 这个 这一段其实我们只是为了要有一个组程式 让整个程式有一个起始点而已 所以这一段跟这一个 这一个类别其实是分开的 应该是说没有什么相关 那这一个class test 只是为了容纳这个组程式而已 但是因为C Sharp是一个存物件导向的 所以不管什么东西它都得宣告class 所以我们只好宣告一个随便宣告一个 然后里面放个man 让它知道说整个程式从头的头在这里 可以开始执行的点在这里 好 这样子还有没有什么地方 对这个程式不太清楚的 好 那如果没有刚刚问问题的那位同学 现在清楚了吗 可以了 OK 好 那就请各位再看个两分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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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